由于确诊病例暴增 霹雳斗华和平花园 Imperial Garments制衣厂的员工宿舍组 从明天开始实施加强行管令 为期两个星期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伊斯 曼莎比里傍晚发例行文告表明 卫生部在有关制衣厂展开524项筛检后 其中213人确诊 因此政府同意从3月1号到14号加强管制 让卫生部筛检所有居民和阻断病毒传播链 另外病例不断出现 霹雳打扒监狱和员工宿舍的加强行管令 则从3月2号延长到15号 而霹雳一例苏丹伊德利斯沙二世中学的加强行管令 明天会解封 另一方面昨天再有509人违反防疫准则落网 当中有114人流连娱乐中心 另外有94人没有戴口罩 这边还在第1号